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马上毕业 我为了他来到他们家这边生活 工作 但是却得不到他的信任 他心思太多了 什么事都憋在心里不说 很多事都是他胡思乱想 我很想得到他家人的认可 可是他对我的忽视 让我由于这段感情怎么继续 我们全家都很认可他 而且我也离不开他 希望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 有请队情侣 有请 男嘉宾唐先生25岁来自贵州教园 女嘉宾杨女士24岁来自贵州文园 有请两位 有请 大家认识的 咋认识的呀 是我的一个朋友 也是他的朋友 当时是大事 然后大家又一起出去聚会什么的 一起游玩 然后逐渐的又熟络起来了 本来我们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还挺顺利的 只不过现在出现的问题 有一些依发不可收拾了 好好好 那么听听 怎么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吧 我和他家相距的距离也不远 但是也有四百多公里 都在贵州境内 是异地嘛 但是他家里面 就是不支持异地 所以我这边就去到了 他生活的地方 在那里工作 但是心里面觉得很不舒服 你们认识的时候是在同城吗 对 谈了多久异地的 半年吧 我们最开始是在大学里面认识 然后我在我这边是贵阳找工作 然后他家里面 他奶奶生病了嘛 他回家照顾奶奶 就被迫异地的 我就把工作去掉了 然后我去他家里那边 照顾他的奶奶 照顾照顾着呢 就开始出现矛盾了 照顾着直到前面都是很多事情 他都是交给我来处理的 直到最后奶奶要出院了 到时候不是需要缴费 需要缴费的时候 那个电话就没停过 其他事情之前都这么放心 为什么到了这一方面 到了涉及到金钱这方面 就不放心交给我来做了 因为贵州不同地方之间 他的言语差异还是有点大的 就是方言 我就怕他听不懂 因为平时他照顾奶奶的时候 也就跟奶奶奶奶会给他说慢一点 也就让他能够听懂 然后他去缴费这些的话 会跟其他医生 然后又排队比较忙 因为你跟我说过一件事 你说有一次你去缴费的时候 那医生说了一个 然后你听错了 然后你是不是觉得挺尴尬的 然后后面我才会就多去叮咛你一下 多叮嘱你一下 为什么是他在陪你奶奶 而不是你在陪呀 为我上班 就是我要到下午才下班 但是呢他要到下午才上班 我不好天天请假去照顾奶奶 就只能说是麻烦他 所以你们是导班是吧 对 我确实不懂他们的那些方言 你看你也承认不懂 对 你交费你得懂啊 你得懂流程啊 对啊 但是那些流程可以 基本上流程我是知道的 因为我前面三个星期的时间 都是我在医院陪着奶奶白天 为什么到了最后的时候 特别是当那个钱 要拿去缴费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不是让我去缴费 而是让我转给他 就感觉钱放在我身上 他就不放心一样 没有我怕你就是怕费用不够 我怕你那边 你就从自己家里面去要一点来支出 所以我就想着我自己来教是多是少 我自己能够知道 我也好向家里面的大人们求助一下 并没有不信任你 就包括我平时 因为我们也虽然是同一个省内 但是也有不同的文化差异 或者饮食习惯 我平时在他们那里看到我们当地的 我生活的地方 就从小生活的地方的一些特色呀 或者一些我比较喜欢的东西 我不会直接说我们买这个 我会说要不要买点什么的 我会征求他的想法嘛 然后他会斩力解铁地告诉我 不要 一事两次还好 但是有很多时候 我因为在这边 我什么都不了解 没有认识的人 我没有任何朋友 然后我只认识他这么一个人 然后呢我需要一些其他的 我就是想念家乡之类的 然后呢但是没有 就直接说 对 他对你不关心吗 对 我就觉得 对不对 你为了他奔赴而来 但是他对你这种奔赴 他没有感觉吗 他不关心你吗 对 我确实觉得我对他 好像不是太关心 其实有时候我们一起去逛街 去买东西嘛 他都会先去问我 你想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 我随便提了一口 他就会带我去买啊之类的 然后到他说 他想买的时候 就是他说要不要 要不要 因为他平时都是 让我来做决定嘛 我就觉得他就是在问我 我要不要 那我想着我不要 然后我就直接说了 所以你心里是没有想过他的 对 倒是坦诚 所以男生别扭啊 这男孩心又细 你想想看 就是他就不怎么去表达自己的需求 但是他一生气之后 他一爆发 他说话特别伤人 他越生气 他说的话就越伤人 他控制不住情绪是吗 对 然后他每次他都是 遇到那个矛盾就要解决他 他不够场合的就想立马解决 这个有一次他接我下班 就在路边 然后学生都放学了 他就在路边 就要拉着我在那解决 然后我们两个在那 大眼瞪小眼 两眼相望 什么事啊 就是因为取钱的那个事 他对我吼了嘛 我们在街边 然后他也哭 我也哭 我觉得他这种事情 不能够回家解决嘛 就一定要 当时就立马解决嘛 不不不 当时是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我是晚上上班 他下午下班 我就想在这 我要赶紧去上班 我去接他 我就顺便在这路上 我就把事情解决了 我要去上班对不对 什么事情解决啊 因为上次医院的那个事情 我就在想路上 我们两个把这个问题 沟通一下 我说你有什么想说的 是什么的 他一句话都没有回应 所以那就慢慢地就变得 声吵就越来越激烈 直到在路边就已经停下来 已经不够手上的工作了 就在路边声吵起来了 不这事能吵清楚吗 吵不清楚 他说了 就是因为地方方言不通 我不是没有 我没有不信任 你这事不就过了吗 那还要吵啥 是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 长期的一个累积过程 我不接受任何的冷战 或者就是那种事情 一旦矛盾发生了 马上把它说清楚 然后 说不清楚怎么办 说不清楚 我没想这么多 我就想立马解决 说不清楚也得说清楚 他的相处方式 他就是想先别说话 让我自己静一静 让我自己想一想 然后呢 但是一直不说话 我心里面又没底 然后又想立马 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所以姑娘是觉得 他的情绪控制不稳定 是吧 对 我觉得当街 当街就是两个人 在那大吵 会害怕吗 大哭容 我挺害怕的 我害怕他会说出 更伤人的话 会提分手之类的 像我们平时 就是他会一些 我说的 说了很多东西 他不会听 列入一个最明显的东西 我觉得私下情绪之间 像随嘻哈打闹 随便怎么样都没事 对不对 但是他也有一个行为 他会当街 有人的时候 他会也会就是 那种 列入三耳光这种行为 我会觉得很过分 我没有三耳光 这那种叫 都是打过他吗 对 他打过你 就不是那种 很严重的打 但是会让我觉得 很没有面子 来 这样 你说给我们示范一下 没关系 你去示范一下 因为你说的是 原原本本地示范一下 原原本本地示范嘛 就两个人 有时候会这样吗 不是 别人 肯定不是这种程度 那不就是这样吗 男生示范一下 男生会有一个清趣的响声 也就是这样 那这不是爱吗 女孩子撒娇 我 但是我心里面 我 不喜欢这一种东西 因为我被前人删过 啊 你被前人删过 这个是 前人为什么删你 还要哭 怎么了 怎么了 平静一下情绪说 就是 它已经影响到了 我现在的生活 我现在特别敏感 很多东西都特别敏感 就刚才又说了 三儿光这个事情 就光是他平时 可能举一下手 我都觉得这个耳光 已经三拐了 你的前任 对你做出了多大的伤害 他到底对你做了些什么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有一段时间 我的尊严被放在地上摩擦 咋摩擦的 你给我讲讲 就这么说吧 会有类似于当种下跪 不如让鞋就不能起来那种 谁跪 我跪 因为啥跪 因为哄他 你个大胆人 基本原则都没有 那你哭什么呀 我哭的是 大胆人哭什么 跪都跪过了 你哭什么 你告诉我 影响到了我和我女朋友的 现在的生活 给一个女人下跪这件事情 你认为是很屈辱 对吧 你跪没跪 跪了 跪了对吧 跪了之后知道错没错 错了 因此我要告诉你的是 已经做错的事 为什么要惩罚 现在的自己 和你的女朋友 赶紧走出来吧 他在那儿跟个情圣似的 我走出来了 但是他有 干什么 我走出来了 我对他没有意义 走出来了你哭什么 那一件破事过不去 年纪轻轻的 一个男生谈恋爱 年少无知 因为爱情 失去了尊严 给人下跪了 仅此而已吗 站起来就好了吗 这事还是过不去了 你为什么哭 我倒好奇了 他哭我理解 你为啥哭 我 我不是很知道 他和他前任的事情 但是呢 因为现在我爱他嘛 所以我就心疼 他受过的伤害 能过吗这件事 能过 能过不就完了吗 以后记住别哭了啊 少年无知 对 少不经事 曾经为爱情 失去了很多 那就珍惜眼前的爱情了 所以你建议他 在街上拍你 当他拍你的时候 你觉得是前军友要打你的耳光 是不是这意思 对 有一种下意识的多感 就下意识的反感那件事 对吧 对 听明白了吗 这个动作别再做了 就是你认为是开玩笑 但是他会迁起痛苦的回忆 就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了 可以了吗 可以了 他去你那儿了多久啊 在我那儿待了也有半年 才半年 差不多半年了 才半年啊 两个人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打算今年年底吧 今年年底 这个我不知道 我们叫大概就基本上 这个打引号的上门女婿 你们那儿算上门女婿吗 这个算上门了吗 不算 不算啊 对 因为我们那里上门 是指的是入罪 对 但是我只是在那边 我是因为我要去那边工作 然后因为他奶奶觉得我这人不了解我 然后呢我要去让他们进去了解一下 明白了 这次明白了 就是肯定以后就留在他那个城市了是吧 不一定 但是的时候只要奶奶在那边 因为他是他的唯一 现在是主要他的牵挂 他的主要是牵挂 我很好奇 爸妈呢 爸爸妈妈 小时候就离异了 奶奶把你带大的 对 我是奶奶带的 所以我心里面最牵挂的人是奶奶 而且奶奶也年纪年龄也有点大了 所以你们俩结婚 只要奶奶同意就行是吧 对 你爸妈给意见吗 他们不过分插手我的决定 就随你变了是吧 嗯 所以你现在实际上面是要报答奶奶的养育职 嗯 是这意思吧 对 因此你们现在两个年轻人都在那个城市里 是为了照顾奶奶 对吧 嗯 也就是说如果某一天奶奶不在的话 你们也不一定在那儿待是吧 对 那听懂了 你跟奶奶感情不错 对 你父母怎么看这段你们的情感关系啊 最开始不赞同 后面赞同的 最开始不赞同也是因为我前任 因为他和我前任的各种信息 就有些会相符 他就担心 我父母也担心这个问题 他也是离异家庭嘛 然后 因为他性格可能会偏激什么的 但是没想到 就是见过几十面过后就没有这些顾虑了 好 然后现在很支持 这支持 那你们俩就有啥就是现在老吵架是吧 是老吵架吗 频率比以前高了 好 通常谁发起吵架 吵架是 现在可能我生气的点会比较多 因为平时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 反正就是很多东西我 你告诉我你在那个城市生活得开心吗 我是相对来说我门心咨询是开心的 但是我又 就是你的生活里 其实除了你的女朋友就是那个老奶奶嘛 对 现在就工作 没有朋友嘛 没有 没有社交嘛 没有 你怎么会开心的呢 因为他开心我其实就开心 他开心你怎么会开心呢 他不能代表你啊 但是我觉得他开心的 我心理上我就觉得 他开心的我就跟着一样的开心 那你为什么说这道话的时候这么委屈 我没有委屈只是 你又被自己感动了 我看 不是 我看着 他那哭 我 不是 所以你们这恋爱谈得多虐的行啊 爱他 对 很爱 特别在意他对你的看法和评价 对 是吧 特别希望他无条件地信任你 是吧 对 或者说让你感受到他的信任是吧 对 好 你是在前女友身上受过伤的男人 是吧 这个伤还很重 是吧 重吗 这个是 不是提了吗 为什么能不提啊 不能不提啊 必须要提 你不要坦诚吗 你不要坦诚吗 对 你过去了吗 我过去了 真过去了吗 真过去了 那你刚才哭什么 但是我不 我觉得他过去了 但是他不能影响我现在的生活 他影响了吗 影响到了 为什么影响 是因为你没过去 爱他吗 爱 很爱 特别爱是吧 就为了你做了那么多是吧 行吧 那你们俩今天就好好哭一场 今天来其实是想调整一下是吧 就是怎么把这种激烈的情绪 双方都能平复下来 正常地往前走是不是 来吧 各位老师 任务比较重哦 你们看看该怎么办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温馨 因为爱上一个人 所以爱上一座城 这是非常浪漫的一种爱情 你确实是因为喜欢他 所以去了他生活工作的那个城市 对 而且不仅是因为自己心仪的女生 还因为相依为命 把他抚养长大的奶奶 对 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内心非常温暖 我看到了两个年轻人 懂得感恩 懂得孝道 老奶奶住院 两个人接班 在医院去照顾老奶奶 非常的令人感动 但是在这段恋爱当中 您身上存在很多问题 过于脆弱 过于敏感 您的脆弱敏感 也就导致没有从前女友的阴影当中走出来 您今天的眼泪告诉我们 您的内心 其实自己 寄奠着很多的内容 您不知道怎么去释放 怎么去表达 什么叫恋爱 快乐的时候 我们共同享受 遇到不如意的时候 我们共同考 委屈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点 你是需要改变的 但是我由衷地祝福你们 我也看好你们这段恋情 谢谢 来来来 闻老师 我其实想对男生说一下 就是我有过一段类似的情感经历 把你的都勾出来了 太好了 不是 因为正好就是因为我当时交往的那个对象就是 他也有一个就是这样折磨他的前女友 而且那个女孩就是也是 反正比你这稍微还激进一点 那女孩会去拿酒瓶子砸她的脑袋 她做了很多很极端的事情 她跟那个女孩大概也交往了有四年的时间 我就是她的下一任 然后呢 我秉着一个我要好好珍惜她的态度 我觉得我跟她谈了一段她人生中最难忘的恋爱 因为你在经过一段很不好的东西之后 你会知道什么东西是真正优质的关系 什么样的情感模式真的适合你的 你在很不快乐之后你会发现原来快乐是这个样子 反而你在下一段感情里面你的情感体验度会拉满 但是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认为它是你的救赎 因为一旦你认为它是你的救赎的话 你就会开始有不安全感 你就会开始不是觉得比较你知道吗 就是比较这个东西千万是不能有的 而且不要在女生面前去提你的前任这一点 不要说你不要做什么事情 因为我的前任对我做过 这个其实是对你们两个感情很不好的一件事 因为她刚刚遇见你 她用她最好的自己来遇见一个身心俱疲可能残破不堪的你 但是她已经用她所有的爱去包裹你去融化你了 所以就是过去的事情呢咱们不要拿她说事 就也不要再提 因为她只是你人生就是那个阶段你会做的事情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你已经是变成了一个更加优质的人 你的三观都得到了进化 你在这一番锤炼锤打之后 你会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我是舒服的 你现在一定会知道自己说 舒服的优质的关系是什么样子 健康的 那你就千万不要再说 让这段关系发展成像以前那样任何的不是 你要把它规避掉 这才是你真正经历那一段磨蛋 应该有的成长意义 好了 谢谢 来 许总 在这段感情当中 你当那个照顾者 他是被你照顾的人 因为我是想他开心 我达到一个心灵上的一个满足 我心里觉得满足 我接下来说你这种满足 你这种满足就是 你是给予者的一种满足 就是你要依赖我 你需要我 我是被需要的那种满足感 打个比方 你这次奔赴于他 到他的城市照顾他的奶奶 如果未来你们分开 你也会把它解读为你下跪 没有得到对方的爱 你下跪的那一瞬间 那一刹那你是付出者 你是觉得值得 你不会哭的 你会开心的 因为这是我证明 我爱你的一种表现 就如同现在奔赴他的城市 是一模一样的 现在没有这种想法 而且 我告诉你 现在当然没有 我说了一个前置条件 如果他分开了 和你分开了 你会怎么样 我告诉你是一种状态 没想过这个事情 你当然没有想 你现在应该去想 因为我告诉你 你这份爱太沉重了 你一直在扮演一个角色 你是 你是给予方 是爱的给予方 但这很重 你会很累 因为没有人能理解你 对吗 爱的最核心 跟他相处一定要轻松 他其实心里比你健康 比你阳光 比你更成熟的 他很简单 你问我要不要 我说不要 这事就结束了 但是你心里系很多 你为什么不再关注我 为什么 因为你培养了一种习惯 我一直在给予给予 他就会默认为 你不需要我关注 因为你很强大 对吗 你是照顾我的人 你是在高位 所以说降低自己的姿态 你没有那么强 相反你很脆弱 你比他要脆弱 你经历过一些事情 他没有 他在以用他的心态 来和你相对 但是你需要的 需要他能与你共情 你不仅要理解他 你更需要他理解你 听懂没有 听懂 这份爱其实挺让我感动的 因为很少有情侣 同时在舞台上哭 你的眼泪是真诚的 我觉得这次来 爱宝的舞台 对于来说最大的价值 就在于说 你能说出自己的过往 你能够哭出来 你回去好好体会体会 因为你憋得太久了 你不成熟的 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成熟 那我们就接接地气好不好 敞开心扉 我觉得说说前女友 没有问题 因为可以让她 更了解你的过往 对吗 更了解你 可以给予你需要的共情 就这样 谢谢曲总 严老师 我觉得男生他不觉得累 他挺乐在其中的 我背负了这么多的沉重的东西 我奔赴向你 我这样照顾奶奶 我一句话不说 这些都是我要求你的砝码 你必须全能地相信我 你怎么会在马路上 拉着他一起哭呢 因为你把他弄哭了 他才痛苦 他痛苦了 你才觉得你很重要 就你是非常自恋的一个人 你觉得可能只有在痛苦当中 才能够你自己感受到我的伟大 感动到自己为爱情的奔赴 同时你要拉他和你一起 你恋爱的方式不是奔向快乐 你恋爱的方式就是奔向痛苦 这样你才觉得爱着 所以他是不健康的 你会把这个姑娘脱下水的 他没和你谈恋爱之前 他即便一个人再孤独 奶奶带着他再不容易 经济上再困难 他不会掉泪的 但他被你弄得天天哭 他干啥了 他啥也没干 所以我觉得你的恋爱方式 非常的不健康 甚至我觉得有一些病态 我是不建议这个女孩选择你的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刻 你们还是彼此 至少女孩认为你的这种脆弱 或者对她的关注 或者你的痛苦 是因为爱她 她认为是这样 所以她也不会放弃你 但我希望你们不要这么快结婚 多去观察一段时间 多去感受一段时间 如果你的生活持续痛苦 那这就是不健康的关系 因为没她 你是一个快乐的女生 有她你变得痛苦 甚至是莫名其妙的痛苦 你就要想一想 这段爱情 这段关系是否值得继续 这段爱是否真的是 你看到的爱 还是一种其他的束缚 所以姑娘慎重 我说的话可能有点重 但我希望奶奶把你养育成人 她现在身体又不好 她希望看到你幸福 当然我也希望男生幸福 所以你们要找到 幸福的路径再结合 这是对彼此负责任 尤其是姑娘 是对自己负责任 对奶奶负责任 好吧 再多一些时间相处吧 谢谢 谢谢叶老师 太沉重了 就如果你是我闺女的话 我听到了这种关系 我大概不会让你 那么早嫁给她的 没有说你不好 只是觉得你在恋爱当中 表现的极端性 大概需要调整一下 因为你们的爱情不快乐 我们所有人感受到的 都是一段沉重的爱情关系 那你说她好吗 当然不好了 一段恋爱谈得让两个人 都沉重 都难受 都别扭 都痛苦 关键是听的人还跟着痛苦 就你说那个夏桂哭的时候 我是真跟你急 我说这孩子怎么 怎么就出不来 我是真着急 我们听着都特别地沉重和痛苦 你就想这个关系 自己考虑吧 反正都是成年人嘛 自己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嘛 各自为自己的生活负责 这是最重要的 先别想为别人的生活负责 先想为自己的生活负责 接下来我密切心中 192就要爱 真情六十秒 我之前就是性格上有很多缺陷 然后呢 也受前女友的影响 也对你造成了一些伤害 然后我很确信 我是走出来的 但是那些行为我只是 就是不喜欢 然后我也没有因为这些事情 过多地去说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的 那我不 就是心里面不怎么喜欢这些行为 然后今天说出来呢 也是 也是想着以后 可能也没什么太大的机会去说 然后 我也希望我们两个能好好的 会好好的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通过 金月APP 天洁FTV 网络电视 万事达 手机客户端 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登陆抖音 搜索爱情侯百岳站的 官方直播间 并添加关注 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 八点到十点开通了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 帮您打一解惑 你们还有机会连迈他们 哎呀 伯红兄这看得累不累 确实弄不重 很沉重 但是我还是看好这一对恋人 我认为他们可以 变恋爱 变成长 等到刮手抵落的时候 再走进婚姻比较好 今天肯定双出 所以你的建议是 别那么急着结婚 对 门老师 我觉得就是也会双出 来 来 曲总 双出是肯定的 但希望你们迈着轻松的脚步 开心地出来 牵着手 一起往前走 别有太多的压力 门老师 有些年轻人就部分 有那么小一部分年轻人 就愿意沉浸在痛苦中 觉得这个才是 我活着 我很高级 但其实这一种 错误的恋爱观 痛苦的事是昨天 既然遇到了一个 很好的姑娘 我们就应该开心地未来 所以他们还是双出吧 来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 请开门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 请开门 现在一起见证属于这对亭里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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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啊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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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祝他们爱得轻松 爱得快乐吧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两年多了 我觉得他最近心思很重 本来都到了谈论婚事的时候 但是他的态度一直很犹豫 因为我有两个弟弟 从小我就跟家长一样 照顾弟弟们长大 父母一直不在身边 很缺少安全感 我觉得他很多事都不告诉我 我很想走进他的内心 跟他好好走下去 我自己挺敏感的 不希望自己再一次被人忽略 我还是想等等再说 有请地队情侣 有请 男嘉宾傅先生26岁 来自贵州教师 女嘉宾袁女士28岁 来自贵州教师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魏啊 教什么的呀 教口才的 教口才的啊 是的 你教什么的啊 托管的 咋认识的啊 通过我朋友介绍认识的 在两年前嘛 有一次朋友聚会上 我遇到了我高中的同学 他就说他身边有个女孩子 就人也特别好 性格也很不错 要不就介绍给你认识一下 然后后面我就主动地去加他了 今天为什么来 来这儿什么目的 我俩已经相处两年多了 我们的年龄已经到谈婚论嫁那个地步了 之前嘛他我觉得还可以啊 但是最近总有一些行为让我觉得有点迷惑 是不是能够把众生托付给他 好好好 说说说说什么行为 就他的工作性质嘛 他有时候还兼职主持人嘛 然后就会接触更多的异性 有的时候我会看到他有三聊天记录什么的 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主持人 当然我又会获得很多的商家的联系方式 而其次的话就是少儿口才老师 教小朋友的 然后女孩子她的亲和力就稍微要强一点 然后所以说我所需要带的学员 培训的学员更多的就偏向 与女孩子一些 而另外一个聊天记录的问题 因为我的消息它有一点多 如果说这个发一条 另外一个朋友发一条 他就会把我原来的消息给覆盖了 他老说我是我自己敏感 但其实也有可能是一些 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导致的 因为我从初中开始 我爸妈就去外面打工 就我在家照顾我两个弟弟嘛 其实年龄都相差不大跟我 后面我读高中的时候 我就立志要考一所大学 就必须在福建 就跟我父母更多的相处的时间 虽然说我带着两个弟弟一起成长 但是其实我的内心还是渴望被关爱 什么叫在福建 你是哪儿的呀 我是贵州的 贵州的考大学 为什么要考到福建 因为我爸妈在那边打工 等于你很小的时候就带两个弟弟是吧 对 爸妈在福建打工 对 那你现在父母在哪儿 现在父母也在福建 那你们俩现在在哪儿 在贵阳 又回贵州了 对对对 你不是要跟父母在一起吗 因为我妈妈在我高中的时候 就跟我说过一句话 她说不能远嫁 因为我们家就一个女儿 如果远嫁的话就相当于是没有的 到后面我在那边上完大学之后嘛 然后就又选择回到贵阳 但是我两个弟弟又去了福建了 跟我父母在一起 反正我打小带弟弟 对 对吧 所以心里面需要有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对 我也需要被爱 是这意思吗 对 所以你看到他那些信息的时候 你觉得有点拿不准 是吧 对 还有什么让你拿不准的 除了信息之外 我有一次还接到过一个女孩子的电话 女孩说什么 半夜 借钱 但是他跟我说 他说他不认识那个人 我心想一上来就直接给你借钱的 你会不认识吗 首先借钱的那个问题 当时我在年前26号的 已经到他去 第一次去见家长了 然后呢 当我在他家的时候 就有一个女孩子 他就给我打过视频来 那个女孩子是怎么认识呢 因为我在大学里面的时候 就已经是带学生了 就给学生上礼仪的课程 然后就会有很多的学生 他加我 然后突然他打电话来给我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 我很懵 我说这人是谁啊 因为我的微信没有打他的背注 后面的时候 我回了他一点信息 我说我现在有一点事 然后他就把那个视频给挂了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我和他是同样在一起的 那个就是那女孩子 他给我发信息啊 他说他遇到一点困难 想要给我这边借一点钱 这也不是第一次啊 还有另外一次 就他考完试之后嘛 人家来就半夜打电话 问他考得怎么样 我心想我都没问 你就来问什么呀 关于考完试的那个女孩子 因为我和那女孩子是在 一期学主持认识的 当时我去给他们 做一次分享的时候 他会觉得就是 我讲的有些点 他是非常的认可的 和我的交流就比较多 他说他自己去 一个女孩子嘛 他去工地上 就是干那种工地的活 然后我会觉得这个女孩子 她挺不容易的 另外她还跟我分享了 不容易的人多了去了 她还跟我分享了 她的家庭条件 就是说他们家就是说 那些兄弟姐妹有点多 不是 您那里套什么关系 要分享这么多呀 就是啊 而且我看之前的聊天记录 都是空白 除了那个电视频之外 我的天哪 首先第二问题 她是我的学生 我作为一个老师 对不对 好好好 那我更多的是去 倾听她的表达 对不对 行吧 就是你女人缘很好 你就认了吧 是还是不是吗 是还是不是吗 就是你的微信里 经常会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这个女生 跟你联系嘛 跟你互动嘛 是还是不是吗 不是 我觉得这是我和 我的学生 因为我都有属于 我自己的一个底线的 我和学生 都有很明确的纪线的 行吧 学生啊 学生就学生嘛 我们就当学生听吧 她说去见父母 是这见谁的父母 见你的父母 见我的父母 她见过我的父母 我没有见过她的父母 这是为啥 因为我觉得嘛 可能是我作为女孩子 我会觉得 除非是非常确定 要结婚的那一刻 我才有必要去见她的父母 那你为什么让她 见你的父母呢 我想让我父母 先看看这个人 我要不要继续跟她相处 那你父母是怎么 看着那姑娘 我父母目前没有 很明确地 说她怎么怎么样 感觉有点默认 但是在她那些行为之后 让我又有一些迟疑了 就不知道是不是值得托付 我们是不是能够走到最后 那你觉得这小伙子成熟吗 还可以吧 说不上特别的成熟 但是相比这个年龄段的 还算可以 你是二十八岁是吧 对 他是二十六岁是吧 对 你弟弟多大 我弟弟跟他差不多 因为我之前觉得 我照顾两个弟弟嘛 也很心累 不想要选一个 有小的人 后面遇到他 就还可以 就相处下来 但是到现在 就我有些 不确定 你确定就是他吗 他没确定你啊 你确定就是他吗 其实在我没见到他之前 我还是有很多 不确定的因素 但是遇到他之后 我觉得他给我了一种 很特别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应该就是我 就后面就陪我一起 去努力生活的人吧 交往两年了是吧 是的 你了解他吗 是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的了解 但是我对他的 可能有八九十的了解 我觉得他真的很理智 还有就是能够站在 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还有就是一个点 他做得特别暖的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 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头有点痛的时候 他就问我 他说给我买药 我觉得这件事情 他就非常的细节 这个女生善解人意 对你很好 是的 他可能还觉得 我们家两个弟弟嘛 两个弟弟怎么了 他可能会觉得 我父母会偏向我弟弟那边 他可没说这话呀 没有 他刚才表扬你 他表扬我 但是可能是我自己有那种 你是自己有不自信的感觉吗 也不是不自信 就是从小嘛 没有跟父母生活在一块 多多少少会有点 你觉得有缺失 对 然后我就 可能是成长环境 然后造成我现在就有点敏感 缺乏安全感 不是刚才说了吗 就是初中的时候 父母去打工 对 直到大学 就照顾两个弟弟 然后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你说你妈说的是 不能远嫁 不能远嫁 对吧 对 然后你立志要考 考大学考到福建 对 就考到福建了 考了福建 第一个资源就添了福建 但是你从大学毕业之后 你又回了贵州了 对 你的两个弟弟又去了福建 那为什么没回贵州呢 他们 你为啥回了贵州了呢 因为他们以后也是要回来的 所以还是想跟他们更多的时间 待在一起 那待在一起 不是应该在福建吗 怎么会回贵州呢 他们以后要回来 弟弟不也去了福建了吗 以后也是都要回来的 所以你对他们这个行为怎么看啊 我觉得有点被再次抛弃的感觉 谁抛弃谁 被父母那种抛弃 从什么时候开始抛弃 你用了个再次 什么时候 初中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是很不适应的 即使后面慢慢地成长了 然后变得会更加懂得 父母的可以说苦心吧 但是后面还是怎么说呢 就是还是有点缺爱的那种 状态 他给到你了吗 他之前是给到的 但是后面这些行为 他不让我看聊天记录 我就会更想去看他的聊天记录 然后我就怀疑他是想给我看 他想给我看的 所以你是不放心他的 对 这个不放心就好像你妈跟你说的 姑娘啊 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考大学考到了福建 觉得家人终于团圆了 团圆之后家人又说 你先回去吧 是这意思吧 对 然后结果又把弟弟调来了 是吧 对 所以你老觉得 你是在这个动荡当中的 对吧 对 晃晃当中 所以你也不相信他 像扶贫一样 像扶贫一样 对 所以你也不相信他 对 有点 了解他这些心理吗 不了解 我没有主动跟他说过 你可以被信任吗 我对于他的信任是肯定的 你可以被信任吗 我可以的 那你之前那些能够改掉 还是说给出我安全感 没问题的 你让他改掉什么 改掉三层聊天记录和异性多余的接触 做得好 那下一次我直接就可以把手机完全交给他看 他可以随时查看我的手机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的女朋友是一个非常敏感 又缺乏安全感 用她的话来说又很缺爱 她对这个关系非常看重的一个女生 所以她会很谨慎 包括她现在不见你的父母 都是这样 是吧 对 你没见她的父母就觉得 我要见了就是我要嫁了 是不是这意思 对 对 保护得住吗 给得了吗 不要轻易地回答 听听老师们的分析 好不好 来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吴红兄 确实 现在频繁地检查男友的手机 成为了一些女性 捍卫保卫自己爱情的一种手段了 这个男生刚才表态了 我的手机今后你可以随时看 这是一种承诺 你也知道 您的女友她很敏感 赵江老师也告诉你了 她缺爱 缺安全感 这和她的成长经历是有关的 这个女生很不容易 父母在福建打工 一个姐姐 带到了两个弟子 今后您一定会全力地去呵护您的地 这一点您要有思想准备的 我们中国人 结婚走进婚姻 并不是说两个人的事情 真的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尤其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家庭当中 她今后 可能她两个弟弟的生活影子 会出现在你们的婚姻当中的 这个您同样需要坦荡 需要格局 包容 量解 你做不做得到 请您自己思考 好吗 谢谢 来 王老师 是这样 因为我跟他们俩年纪差不多大 我就以一个就是正常 我们现在这个年纪 谈恋爱的人的一个看法来说吧 首先这段关系不对等 非常的不对等 为什么呢 因为女生一直在给这个男生 设置各种障碍 一直就是她设置障碍 她设置标准 什么我不能远嫁 我原生家庭怎么样 我有什么什么东西 你必须要来顺从我 你必须要适应我 这其实在一段 两性关系里面 本身就已经不对等了 男生就是 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珍惜的男生 为什么 你如果去换一个对象来说 不一定有她做得好 我有一说一 姐妹你在这个情感里面挺作的 她确实也顺从了你的作对吧 你们这一唱一喝的 你要再换一个人我跟你说 真的没这么好搞 而且同时是要她接受你这么复杂的 一个成长环境的情况下 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珍惜一下 说完了 谢谢温老师 许总 我跟前两位老师的观点都不一样 姑娘 问你一个问题 好 安全感别人给得了你吗 这个 安全感应该自己给自己 你我刚才有说过 有一种被父母抛弃的那种感觉 因此你有缺爱的这种感受 因此你要给自己贴一个标签 我可缺爱哦 我可敏感哦 我不安全感哦 你一定要给我呀 给不了 谁能够填满你内心的空洞 因为你都不知道 你的满足点在哪里 我甚至于不建议你继续练情 先去找到自己和最亲密的关系 如何相处吧 而这个亲密关系就跟自己的父母 弟弟亲人怎么去相处 怎么获得一份自己给自己的安全感 听懂没有 你要不到安全感呢 小伙子啊 怎么给对方安全感 别说是你 二十六岁 我 我都给不了一个 不信任我的女人安全感 为什么 他不信任你 有一个点你应该能感受到 他没有把过往告诉你 最柔软的部分 那个新门没有打开 你没有走进他的新门 见什么家长 谈什么婚论什么价 你删什么聊天记录 你明明知道有些东西 不能给他看的 你却美情名曰 就是我跟女学员也好啊 女学生也罢 就是做了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分享 但是我告诉你们 很多的暧昧 就是从聊天开始 从聊天跟异性的聊天 然后到习惯到依赖 甚至于到最后的精神寄托 如果我们在情感当中 不能足够的做到自律的话 很明显的一点就是 你并不爱这个女孩 先找到自己吧姑娘 好 找对象貌似是一个找对方的过程 实则上是找到真正自己的过程 先做自己 先爱自己 才能爱别人 就这儿 谢谢曲总 严老师 就是其实两个人相处 到了一定时间之后 彼此是有那种默契的感觉的 所谓的第六感 不管是男生对女生 还是女生对男生 你对他的不信任 我觉得不是空穴来风 也不是所谓的什么 我童年缺失了我不安全 我过分敏感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你们俩认知不一致的问题 男生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就是她的认知是我爱这个女孩 我对她很忠诚 但是外面的异性 我的女学员 一个能够和我工作发生恋烟 创造利益的一个女性 我跟她交流 很深入地交流 这个没有问题 她的认知是这样的 我去了解她的家庭 了解她的背景 我甚至允许她 会在大晚上的给我打个电话 还是视频电话要借钱 在她的认知里 这些没有超出她的边界 你明白吗 她没有觉得这是不爱你的 是不忠诚于你的 这是她的行为模式 她觉得这是我的机会 所以你今天查她的手机 明天她说我把我的手机 可以给你随便看 但后天依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因为在她认知里 这不是事儿 所以如果你的认知说 我和一个男生相处 我要和她将来结婚 那我要求这个男生 是有绝对高标准的 这个男女关系的边界的 那你就不能和她继续相处 因为那是她的认知 所以我的感觉是 你俩可能感情也是有的 她也是真的爱你的 你也是很在意她的 但不是最合适的那个人 你有没有能力改变她 或者你有没有能力说服自己 去接受她的为人处事的方法 这是你要去思考的 好吧 谢谢 谢谢闫老师 我其实最好奇的一点 谈了两年了呀 闫老师说那个问题 认知问题 那道理亲密关系的界限在哪儿 谈两年难道没有吗 你谈了两年 你都没设立这条线吗 所以 所以你们自己去想 你们自己去想 这段关系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关系 我总结四位老师的话 我基本总结出来 大概是这样的 还得再观察 时机不成熟 再看看 来 接下来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真情六十秒 今天站在这里 我最想说的一句话 也许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会遇到很多的坎坷困难 但是我相信 我们共同去面对 共同去处理这些 所谓的困难 我还是相信一句话 所爱隔山海 山海皆可平 在我的内心里 我最想说的三个字是 我愿意 那今天站在这里 我想问一下你 你愿意吗 我也会去反思 我那些作的行为 就在试着相处 就像老师他们说的 观察观察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你们请回 好 谢谢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 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吧 预测一下吧 活红兄 我认为 男生一定会出来 女生不会出来 来 文老师 我觉得男生会出来 因为男生现在就是 他一个整个就是沐浴在爱河里 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游泳 我觉得他暂时还是会出来 可能扑托两下 但女生的话 我觉得就目前来看的话 我觉得他是会出来的 好 许总 男出女不出 严老师 我觉得应该是双出吧 就是 对 我也暂时还是双出 对 虽然你说可能他们感情 似乎没有那么深 但是他们在他们一个平衡的过程中 还是分不开的 需要更多地去了解吧 好 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是做何选择的 请看看他们自己是做何选择的 请开门 哇哦 你为什么那么局促 你上去赢他呀 真是说是什么 真的 doesn't have an old man 让他去赢他 你为什么要去赢他 他也不你赢他 他还会赢他 他也不赢他 请亮灯 谢谢两位 加油 好好了解 好 谢谢各位老师 加油 加油 再见 再见 祝他们能够通过今天的交流 深入地了解对方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 独家冠名播出 广电5G192全新号段 全新体验 让爱相连 再一次地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